大家好,我是罗宾大叔,今天是2023年6月29日,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。 这两天,美元的汇率可以说是涨上天了,今天我看了一下已经是到了7.25左右,距离10年以来,美元汇率最高点7.37也只有一不止咬了,基本上一哆嗦就能打破了。 而且我觉得7.3级根本不是终点,有可能7.5甚至到8都有可能的,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人民币它的可持有性,或者只有这大量的人民币就不那么合算了,我觉得是时候考虑一下配置一点海外资产了,所谓的海外资产主要是美元资产,或者其他外汇资产都可以。 或者这样讲,即使你近期不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呢,我觉得也是有必要配置一点海外资产了,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,你现在不移民不移居啊,你能不能保证将来你的孩子会不会来找你啊,跟你说老爸老妈,我想留学了啊,我想去读哪个大学啊,想去读长春藤,或者想去英国澳洲留学,那你总也得给存一笔教育经费吧,教育费用你得存一笔吧,对吧。 当然现在你如果去银行支付孩子海外留学的学费呢,还是可以正常支付的啊,而且不占用外汇兑换额度,那以后怎么说呢,不一定是吧,像好一点的长春藤大学,一年也得个六七万美元啊,读四年本科下来也得几十万美元,那这钱你不存着,那将来怎么办呢? 将来到时候不给换美元了,你手里持着人民币,这些大学也不收啊,对吧,那或者说呢,你比如说你现在不想移民,那万一你以后改主意了怎么办呢? 人的想法是很容易改变的,三年前和现在你的想法有没有变,那现在到三年以后,你的想法会不会变呢? 这谁也说不准啊,所以这个和你的主观的意愿其实是没有关系的,还是一个风险把控,风险规划的问题啊。 那就想讲一讲,我们想要配置海外资产,或者海外货币啊,有哪些渠道,哪些手段啊,我就讲一讲我所了解的,或我大致知道的一些途径,我觉得呢,还是有点借鉴意义的。 第一个呢,也是我比较推荐的啊,就是投资美股。 美股最近啊,尤其是从年初到现在,涨幅是非常好的,基本上涨了个百分之二三十,大盘就涨了个百分之二三十,如果买对了股票,像是买了那种大科技股,涨个百分之四五十,也是很寻常的啊。 为什么推荐美股,而不是港股呢?因为港股现在盘子比较小,而且呢,越来越多的容易受到监管,不太自由啊,自由安全呢,是我们考虑最大的一点。 所以呢,美股的投资,考虑到它的安全性,以及它的自由度啊,我觉得是比较推荐的。 但是呢,一定要注意啊,要避雷老虎和富途这两个啊,好像最近是要求退市了,还是不让内地人开户了,反正最好是选择在美国的券商。 这些在美国的券商,应该是有不少可以在线开户的,不用人跑过去的,那你开完以后呢,把钱打过去啊,然后就可以朝美股了。 当然打过去,你可能还需要通过第三国的账户,因为国内银行汇钱到美国的券商账户,好像现在是不允许的,反正这个后面再说吧,第一个是美股投资。 第二个呢,就是常规的换汇渠道,我们每个人每年有五万美元的换汇额度啊,这个一定要利用好的,你不要每年都去浪费掉。 一到年底呢,这个额度就会清零的,你浪费掉就是浪费掉了,追不回来,无法累积的。 那你如果要换汇的话呢,记住啊,你自己,你的配偶,你的孩子,你的父母,你的岳父母,或者你的公婆呢,他们的额度也都是可以利用的,尤其是孩子啊,是一个盲点。 不少人认为未成年人是没有这个换汇额度的,实际上根本不是,只要这个孩子有身份证,就可以开银行账户,只要能够开银行账户呢,他就有这个五万美元的换汇额度。 至于具体的操作就不讲了,有点麻烦,但是总而言之是可以利用到的,那我们在best case啊,在最好的情况下,一家三口有三个五万美元,加上父母,岳父母,再加四个,那就是七个五万美元,就有三十五万美元的换汇额度一年了。 两年拼一拼就有七十万美元,七十万美元按照现在的汇率呢,就是五百万了,那差不多也是二线城市一套房的换汇额度了。 反正基本对于普通家庭,普通中产家庭基本是够了。 除了这个换汇以外呢,买保险啊,也是一种方式,这个保险呢,特指的是这种存款类的保险,或者投资类的保险啊,不是这种风险类的,比如说像什么意外险啊,医疗险之类,不是这种啊, 就是指你投入进去,然后等于一个保险理财的方式啊,给你做投资的。 这种呢,香港的保险或者美国的保险都可以的,这个主要是看你选择哪种,它的金额,它的风险,以及这个保险公司的信用情况如何,基本上还是比较安全的啊,保险公司毕竟盘子很大啊,不会轻易的去爆雷啊之类的。 然后呢,还有就是开一个海外的账户啊,所谓海外账户主要就是美国嘛,或者香港的账户,有了这个账户呢,一方面你就可以把钱汇到这个账户,然后再汇到美股的账户啊,就是前面讲到的第三股的账户,你可以用来规划资金炒美股,还有呢,你比如说换汇换来的这个钱5万美元的额度呢,也可以达到这些海外账户,主要我知道的就是有美国的华美银行,还有国泰银行,还有其他的一些线上银行,所谓线上银行就是指它线下是没有, 实体银行网点的,它只在线上经营啊,有点像阿里巴巴的那个叫什么网上银行,就是它线上的这些功能都是有的,但就没有线下的实体店啊,基本对于我们人在国内的想要开一个海外账户呢,这种线上银行也是可以使用的,等到你以后,比如说有海外身份了,可以出去开一个实体银行的卡,那现在呢,基本用这类基本也够了,你规划你的钱,汇你的钱呢,也都够了。 还有一种方式呢,就比如说去海外买房,所谓资产配置嘛,资产资产,房子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,而且你这个房子呢,只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房子,基本流通性还是比较好的,有些国家呢,甚至还能够接受用人民币支付来买房,最典型的就像是日本啊,可以用人民币支付或者刷卡支付啊,它是还能接受的。 在海外买房的好处呢,就是一个它的流动性比较好,不会轻易受到什么限购限售的影响啊,半天卖不出去,你卖出房产以后,它仍然是外汇嘛,你就可以在全世界比较自由的使用,比如说你在日本的房产卖掉了,你收到日元,然后就可以换成美元到美国去使用了,这个流动性就相当好了。 还有一种比较小众的,我想得到的,就是你如果有孩子的话,可以把孩子送出去留学,那送出去留学以后呢,就可以在当地开一个银行账户啊,然后把这个银行账户作为一个收款方吧,把钱汇给孩子,等于这个钱呢,可以作为父母给孩子的赠予,或者给孩子买房的支持款。 那在欧美发达国家呢,这种方式一般都是可以接受的,就等于是孩子要买房,父母作为直系亲属,给予的一定的经济上的支持,这个是接受的啊,它是一个合法的汇入的理由,而且呢,在一定额度内呢,它是可以免税的,那这个就比较好了,对吧。 还有最终极的一种手段呢,就是自己人肉出去啊,就是自己移民出去,这个也是最彻底的,基本上你人移出去呢,钱也大多数都会带出去了,不管你是用一次性的方式啊,拿到绿卡以后一次性 把钱汇出去,还是用这种换汇或者买保险的方式慢慢的搬出去,基本上呢,人肉出去是最彻底啊,最现实的一种方式了。 那说完这些呢,我再说一下不太建议的配置海外资产的方式啊,我觉得风险有点大,或者呢,操作起来有点复杂。 一个呢,就是自己本人,你比如说出境啊,旅游或者出去公干,或者出去干嘛,留学出去,自己带现钞出去,这个呢,是不太建议的,为什么? 因为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啊,个人带外汇出去,或者带人民币出去呢,它是有一个额度限制的,人民币最多好像一个人单次最多带2万人民币,外汇的话呢,是等额最多每次带5000美元以下啊,如果要超过5000美元呢,5000到1万美元之间呢,你需要到银行去开一个外汇携带证。 那如果你要带1万美元以上呢,你要到外管局去开这个外汇携带证了,基本上普通人呢,是没办法开出这个证来的啊,那有人会说,哎,我以前带出去过,比如说带了两三万美元,也没人查嘛,这个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规定啊,可以这样说啊,就是你没查到,当然是你厉害,万一被查到,这钱被没收了,就毁之万一了,对吧? 这个规定是在这里的,风险也在这里的啊,不太建议用这种方式带大额的现钞出去的,还有的呢,就想把这个钱呢,换成黄金,或者换成珠宝啊,带在身上带出去的,这个我也不太建议的,为什么?国内的这种金条的质量呢,一言难尽啊,动不动就有什么金条发锈啊,或者金条这么,反正有问题的,这种新闻爆出来的啊,感觉还挺多的,你这万一搞了点不进不实的金条带出去,你到时候到了海外就会有大麻烦了啊, 还有呢,如果是珠宝的话呢,珠宝它的溢价是太高了,你如果是黄金类珠宝啊,基本上要加很多的加工费,那如果是什么钻石啊,宝石啊,这种啊,就更加高了,有可能你十万块钱买进来,卖出去可能人家回收也就给你个一万块钱啊,贬值率高达百分之八九十,这个是不太建议的,这个基本上就是买了好看的,但是保值呢,没什么作用的啊,而且呢,带黄金出去呢,也是有限制的,每个人好像是五十克以内吧,我记不太清楚了,应该就是几十克以内的, 黄金是可以带出去的,那超过了,你比如说有金条一百克,两百克,或者一公斤的这种金条呢,就肯定是不能带出去的,所以换成黄金珠宝,带出镜呢,也是不太建议的,那还有一种呢,就是可能用的比较多的,就是使用加密货币啊,把钱汇出去,这个呢,我个人不太建议,当然这种玩的比较好的人,可能有自己的办法, 但是根据我的理解来说呢,国际上对于加密货币这个事啊,管的是越来越严了,以前大家对这个事不懂,可能还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,或者不知道怎么监管,但现在都懂了嘛,大家都对这个事情你摸清楚了,所以就管得越来越严了,美国也是一样, 而且呢,在发达国家啊,加密货币呢,有一个致命的问题,就是加密货币啊,通常是无法给到钱的可追溯性和合法来源的,所以呢,就通常无法来大额支付,那大额支付最多的用途就是买房嘛,在欧美发达国家,你买房的话,他一般都是要问你这个钱的来源的,合法合规性怎么样,如果他觉得你这个来源有问题,有可能涉及到什么黑钱洗钱之类的,你就肯定是没法用的,那加密货币这里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了, 所以你用加密货币,可能可以把钱带出去,但是你没法大额支付,你买房啊,买车啊,买什么都没法用,你只能去买菜,就没有意义了嘛,对吧,还有一种呢,就是以前用的比较多的啊,就是使用地下钱装啊,或者说境内外对敲这种方式,这个呢,其实都涉及到这个钱的合法合规性的问题啊,轻则这个钱会被银行退回,重则呢,就直接被冻结没收了,风险还是相当大的,所以我也不太建议的, 总而言之呢,现在美元以及其他的外汇呢,都在拼命的涨啊,实际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币汇率一直在跌,人民币在持续贬值,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位于筹谋啊,配置一点海外资产,配置一点海外的外汇,有备无坏。 好,那今天这期可能有点跑题吧,和罗宾纳书的每签加签的话题有点跑题啊,但我觉得对大家还是有点用的,那如果对于美国签证,加拿大签证,或者太平洋小国,瓦努阿图的绿卡,瓦努阿图移民有兴趣的小伙伴呢,欢迎添加罗宾纳书的微信或者电报,付费咨询,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,就先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聊。 我们下期再见